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全视角,我是月鑫 近期郑爽和张恒的抚养案再度在美国开庭 在上一次开庭的时候因为双方情绪激动 加上郑爽扬言要出嫁当尼姑 所以当时的庭审也是草草结束 这次到了第二次庭审的阶段至关重要 因为在这次庭审结束之后 就意味着最终的结果将在两周后公布 届时就能断定出孰是孰非了 在听完这第二次庭审的内容之后 不少网友都表示郑爽的胜算很大 因为这次张恒终于露出了马脚 也终于戳破了自己的谎言 这次开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 郑爽自曝张恒对其进行生命威胁 郑爽在法庭上直言 在2020年的时候 也就是孩子已经出生当时尚未公布的情况下 张恒经常对其发送一些我打死你的话语 根据统计也大致有上百条 可以说频率是非常高的了 而郑爽在看到张恒一次又一次的进行言语威胁之后 心理对其也充满了非常多的畏惧 所以郑爽一度是非常惧怕张恒的 在2020年的时候也不敢和张恒见面 在法庭上张恒试图想通过看不懂郑爽发的文字糊弄过去 没有证明回应法院的是否害怕的问题 但是郑爽的律师对此却是十分有把握的 因为他已经掌握了张恒威胁郑爽的聊天记录 并且在当场让张恒念出来 但是在念出微信聊天记录的时候 张恒又耍了一个小心机 因为当庭是中英翻译的 所以他避重就轻地念出自己与郑爽的对话 对于很多不利于自己的关键性言语则选择无视 所以当时在法庭上郑爽律师和张恒律师随即争吵起来 总之现场也是十分混乱的 但是从张恒这样的行为也可以感受到他明显心虚了 如果真的是没对郑爽做这样的事情 又何必如此遮掩呢 在法庭上郑爽也直言很害怕张恒不敢见到他 此外张恒这次在庭审的话语啊 刚是漏洞百出 首先在法官问到谁曝光孩子的消息的时候 张恒直言不清楚不知道 这个回答真的是让人十分错愕 毕竟当初1月18号的时候呀 可是张恒在微博上晒出孩子的照片 才让世人得知郑爽生娃的消息的 这时张恒竟然开始装傻了 另外呢就是关于孩子出生证明 张恒也直言不清楚 还说很多人都有自己孩子的出生证明 至于是谁曝光的就不知道了 这一点真的是让不少网友都气愤不已 毕竟啊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张恒 受损失最大的是郑爽 现在反倒是过来责怪郑爽 曝光孩子的消息 真的是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而且啊这次张恒还亲口承认 郑爽有让其回国的事实 而且呢是在2020年7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疫情得到一定的缓解 郑爽还请求张恒回国 并且还为张恒设置了详细的回国步骤 甚至还打算邮寄口罩给张恒 但是当时张恒却拒绝了郑爽的要求 在今年录音事件爆发的时候 相信不少人都记得 当时张恒的说辞是郑爽不让其回国 郑爽律师还询问张恒 是否曾经要求代孕母亲做一个视频 而代孕母亲因为不想介入这个事情拒绝了她 张恒回答 她是想让代孕母亲做一个关于真相的视频 要求过两次 一次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一次是孩子出生后的一年 因为她害怕郑爽太有钱 她经常会拿钱收买别人 很担心代孕母亲后期会因为金钱而被郑爽收买 而那个时候她就可以拿出证据反驳 张恒对这次抚养钱的案子算是做足了准备 在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开始谋划 庭审上也抓住郑爽抑郁症前言不搭后语 情绪紊乱的问题猛攻 试图强调郑爽气婴跟孩子关系不好 看见郑爽哭40分钟等证据 逻辑紧密 思思入扣 对抚养圈简直势在必得 因为是网络直播 不少郑爽的粉丝也进入庭审 休庭期间还发生了争吵对骂 整个庭审听下来张恒动作不断 忘了郑爽二月就知道孩子出生 却对孩子不管不顾 证据是 1月5号 郑爽把他的微信推给了马天宇 在他没有提及孩子的情况下 马天宇对他说 既然孩子已经生下来了 你就好好地照顾他们 好好地养他们 对于网络上你受的委屈 我知道你很难过 但是你就忍一忍 让他就去搞吧 随便他 庭审中法官问到郑爽和孩子见面 孩子的状态怎么样 这个问题其实对于孩子抚养权影响很大 所以张恒故意夸到了当时的场景 他说第二次孩子和郑爽见面时 一开始男孩一直在哭 女孩因为害怕原地不动 到最后的时候 女孩已经不是在哭 而是在嚎叫 导致参加会面的陌生男人 一直看向他们这边 接着法官传唤育婴师到场 同样的问题 御婴师给出的答案是 郑爽跟孩子相处得很好 竟然不同的答案 御婴师和郑爽没有利益关系 很显然张恒在说谎 夸大其词 目的就是不让郑爽得到抚养权 张恒此前曾透露 郑爽心理状况有问题 并两次试图自杀 针对这个问题 在法庭上 律师再次询问张恒 张恒表示 2018年到2019年 甚至2020年 都有心理状况 不太健康的情况 律师直接追问张恒 2018到2019年 是不是就与郑爽 有代孕的想法 张恒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并承认 根本就不用担心 郑爽会因为精神问题 停止代孕 这样的回答 张恒想生下孩子的初衷就变得 很值得怀疑了 并且有网友指出 张恒找的代理律师 是专门打遗产官司的 把孩子作为 摆布政省工具的行为 张恒很难洗清 这次庭审之后 短短12个小时 舆论迅速发酵 并且舆论风向完全反转 张恒形象崩塌 遭到了大批网友质疑 最多的观点是 质疑张恒人品 直视他是渣男 满嘴谎话 并认为 仍然站在张恒一边的网友 三观有问题 但是平心而论 通过之前曝光的录音 郑爽确实有欺养的意图 这一点不论怎样 都不值得原谅 郑爽一方之所以竭力地 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很大概率是为了挽回 自己的公众形象 如果他能顺利地 抚养孩子 之后再营造个爱儿人设 随着时间的推移 因欺养给他带去的 负面影响 也会随之简单 郑爽母亲在网络上 要点赞了希望郑爽 付出的言论 可见一家人 想在娱乐圈 捞签的心思 一直很澎湃 如今案件 还没有尘埃落定 他们就忙着表露心思 而张恒来到孩子抚养权 并打算移民的念头 大概率是为了 逃避郑爽 对他的2000万追责 以及有可能发生的 郑爽对他提起的 一系列民事诉讼 庭审最后呢 关于孩子的抚养权 还没有结果 郑爽 想要共同监护权 法官倾向 郑爽张恒 两个人可以放下仇恨 一起抚养孩子 两周后呢 会有最终结果 昔日恋人 走到如今这步田地 令人唏嘘 希望两人 真的能放下仇恨 担任起父母的责任吧 郑爽